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所谓的副总统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突遭不幸辞事后 台湾当局借机搞政治操弄 做政治文章 其政治图谋不可能得逞 中方已在北京和东京 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清楚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